王姑娘 姑娘 那依你看 如果要杀吴老大 该怎么动手啊 王姑娘 你想怎么杀我 就大声说出来 段公子武功高强 巫某 巫某佩服 在下完全不会武功 全是靠王姑娘指点的 巫某今天才知道 天下之大 武功高强的人 并非天山同老一个人哪 巫老大 你还没说完呢 那两道剑伤究竟有什么不对 九亿道人身上有两处剑伤 这就是说下手的不是天山同老 没错 我也这么下 因为天山同老杀任何人 都只用一招 那也有可能是别人杀的呀 巫某方百里之内 如果要杀人 一定是他亲自出手 他杀人向来只用一招 哪有在对手身上 连下两招的道理 所以你们见到尸体之后 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不是他老了 武功衰竭了 那就是 就是已经死了 领九宫的主人 可能已经不是天山同老了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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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老掌握着我们的生死符 我们必须听命于他 如果他把生死符交给了第二个人 我们还要做别人的努力 你们决定攻打飘渺峰 就没有去飘渺峰再查过吗 我每次去的时候 都怕碰见里面的人 这次我鼓足了胆 去里面探查了一番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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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大家笑话 我看见那女童贪软在地上 我也高兴地坐在地上 来来 抬过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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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个小女娃 这个女娃吧 便是乌某从飘渺风上擒回来的 我抓到这个女娃以后 马上下山 然后一再盘问 可惜啊 她是个哑巴 看来她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这样对她一个孩子 太残忍了吧 残忍 比起天神通老 天下还有更残忍的吗 你们要报仇 该知道天神通老才对啊 对付一个小姑娘 有什么用呢 当然有用 诸位兄弟 今天咱们齐心合力 反了飘渺风 今后有不同想 有难同当 大伙杀续为盟 以图大事 有没有不愿意干的 我愿意 我愿意 请大家取出兵器 每人向这个女娃娃砍上一刀 刺上一剑 这女娃娃终究是飘渺风的人 大伙的刀头喝了她的血 从此跟飘渺风势不两立 就算咱有三心二意 那也不容你再畏缩后退了 对 大神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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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庆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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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小鬼只想到逃命 谁 谁在说话 我是你姥姥 小妹妹 别闹了 现在很多人等着杀咱们呢 你快进来我为你上山 快 来呀 快呀 吴老大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上 管他什么少林武当 连那个小和尚一起杀死 咱们人多 分头追 就算搜尚也把他搜出来 公子爷 咱们怎么办 咱们当然不能欺负一个小姑娘 和一个小和尚 是不是 公子 慕容公子是什么身份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 是不是 慕容公子 小妹妹 说 说 说 你这个戒指从哪儿偷的 啊 出家人不可偷盗 这是一位老前辈给孝僧虚竹的 胡说八道 你是少林和尚 他怎么可能把戒指给你 你 要是不说实话 我就抽了你的金 霸了你的皮 叫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小妹妹 你 喂 你怎么打人呢 你小小年纪 这也太无理了吧 你叫虚竹 灵玄慧虚 你是少林第三十七代弟子 玄慈玄悲 玄苦玄难 这些个小和尚 都是你的师祖 说呀 我问你话呢 你说的是不错 但你称本司方丈大师为 小和尚 这也太无理了这个 我和他师父 灵门大师平辈 我叫他小和尚 有什么无理呀 你 你到底是谁 还问 要不是我看在你救我有功 姥姥早就一仗打死你了 姥姥 请教你尊姓大名 哼 这还差不多 我问你 你这戒指从哪弄来的 这戒指确实是那位老前辈给我的 小僧是少林弟子 实在不能收受 可当时那位老前辈快不行了 快不行了 他怎么了 他死了吗 他长什么样子 快说呀 他 他胡子很长 脸很白 长得像个 像个老神仙 不可能 不可能 他不能死 他不会死的 他不可能不行的 但一身无辜 一身无辜 一身无辜 你 臭和尚 我丫子一身无辜 他不散过 他怎么能死 说 你在哪儿遇见他的 你说的是从免先生 苏星河的师父吗 废话 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居然敢说他把戒指给你 真是厚颜无耻 大胆之急 小僧没有骗人 小僧确实是在一个山上 无意间破解了那个真龙棋菊 就遇到老前辈了呀 真龙棋菊 几十年来 难道贴下多少人 凭你 也能解得开 凭小僧自己自然是解不开的 但当时聪明先生逼小僧落子 小僧就闭上眼睛 胡乱下了一子 谁知道误打误撞 就给解开了 哎呀 罪过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看见他们了 在这样呢 在这边 千万别的 快 快快快 快追到袋子里面 快点快点 他们追来了 快啊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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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来跑 又先把地脚印 有什么用啊 那怎么办 上树 上树 这树这么高 怎么上啊 藏民内力不弱 这龙龟这么大 龙龟这点超前个轻功也不会 你提起跳一跳试试 好 吞 姥姥 姥姥你没事吧 小和尚 你宁可自己受伤也不敢压我 总算对姥姥有礼 姥姥就教教你轻功心法 听好了 上月之时双气微躯 提气丹田等觉得真气上升时 就放松筋骨气压预诊穴 你明白了没有 哦明白了明白 那我先自己试试 别再摔着你啊 是什么试 回来没时间了 姥姥叫你得没错 快走快走 快点快点 呃 昔 anderen尸主你再来吧 好 好 郑忠忠忠 快下来 好 快下来 小和尚 我渴了 看你那样 真没出息 这么点粗浅的功夫也能乐成这样 快点 是是是 给我我的 你的内功不是少林的 说 该谁学的 这 这是 这是乌鸦子老前辈 临死前传给小僧的 乌鸦子老前辈 先化去了小僧的少林内功 看来 乌鸦子 正是把小僧派掌门之位 传给你了 来 去哪 我都没 有 哪 嗨 我都没了 哎 到那边儿睡会儿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小和尚 过来 老老 这么说 乌鸦子正把逍遥派掌门人的位子 传给你了 是啊 老前辈是这么说的 什么老前辈 乌鸦子是你师父 你怎么还叫他前辈 嗯 这个 姥姥 小僧是少林弟子 不能改投别派的 那你是不愿做逍遥派掌门人了 我当然不愿意了 小僧是少林弟子 那好吧 你把这支给我 我替你做逍遥派掌门人的位子 姥姥你来坐 好好好 给 乌鸦子还给你什么了 乌鸦子老前辈还给了我一幅画 画 他让我去大理无量山学什么北明神功 什么画 哦 打开 他要这剑货教你武功 哼 他要死了 还不忘这个贱货 嗯 嗯 饿了吗 还真是有点饿 这里有很多羚羊 还有梅花鹿和竹鸡 我叫你一门平地快跑的清宫 你去给我做些来 啊 姥姥 出家人不可杀生 我是宁可饿死 也不会沾昏腥的 在和尚 难道你从没吃过昏腥吗 小僧曾经受人欺骗 吃过一回昏腥 但那是无心之识 佛祖不会怪罪我的 反正 反正现在要我杀生 我 我不敢 哼 你不愿意杀鸡杀鹿 却愿意杀人 岂不更是罪大恶极 我什么时候愿意杀人了 等太阳到了头顶 我要是还没喝到鲜血的话 就死了 好端端的 干嘛要喝鲜血啊 我每日中午要是不喝鲜血 全身真气沸腾 老老我就活活烧死了 五 五杀生是佛门第一劫 让我杀生我办不到 你 在这里 在这里快来啊 他们在这儿呢 快来 在这儿在这儿 老老老老 那个那个刀主 还有那个那个 那个 你过来 我教你几手功夫 你去把他打倒 我 不杀生 不算破戒吧 不杀生就好 可我怎么怎么打得过他呀 笨蛋 乌鸦子是苏星河和丁春秋的师父 他把七十多年的功力都传给了你 一个破岛主 怎么能和你比 跟我学 伸出右手 真气运到左臂 哼 跟着左手食指 点敌人腰间 一定要准 要是有半分差错 不但连敌人也打不倒 自己的命也得丢 知道吗 真是太笨 小和尚 你逃得很快呀 看你还往哪儿跑 啊 怕什么 出仗 小和尚 看给爷爷动手 好 姥姥 他有刀怎么办 地上有松球 捡一把 好 老老老 咋子干嘛不用石头 你不是不杀生吗 快 用我刚才教你的那招 用忠指运针力 把宋秋弹出去 快点 大歪了 小和尚 耍大爷我呢 笨蛋 你 你们有两手指头啊 哦 你 你 你那是干什么 他死了 我和他的血治病 好 不行吗 他死了 我和他的血治病 啊 啊 我和他死了 你不得了 我和他死了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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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知道松秋能杀人 我怎么着我也不会扔啊 臭贼徒 你内功高强 我吴老大既不如人 死就死了 你还说什么风凉话 什么松秋不能杀人啊 这北冥神宫我是知道的 什么北 北 北冥神宫啊 今天是便宜了你这个小和尚 北冥神宫本是不外传的 你能学会也是缘分 吴老大 眼力不错呀 还能瞧出这首功夫 你是谁 你 你不是哑巴吗 怎么说话了 给他服下 这是 这是九转熊蛇丸 不错 你还真有点见识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是漂泊风的什么人 我救你是因为我用得着你 我一心想抓你回去 和重刀主杀你利盟 你怎么用啊 光明磊落 是条汉子 这是八荒六合 唯我独尊功 你是谁 同劳的弟子吗 我刚才给你服了几粒药丸 两粒 灵鹫宫九转熊蛇丸 神效无比 何必要用两粒 再说 你这诸葛不如的畜生 也配服我两粒灵丹吗 那 那另外一粒是 看看你的玉堂雪 你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死辅佐在 你可不是的是断金伏骨丸 你不用惊慌 我不会让你这么快就死的 我还用得着你 断金伏骨丸是什么 就是让你全身软筋都断了 那是 嘴巴不能张 舌头不能动 然后 然后 你只要给我乖乖的听话 我不催动 毒性十年也不会发作 哈哈 吴老大 姥姥 吴老大不见了 吴老大 吴老大 姥姥 路来了 去这么长时间 你连路都打不过了 和尚 趁火 烤鹿肉 罪过罪过 不能杀伤不能杀伤 吴老大 武士到了 又洗血了 吴老大 最后这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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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把它給烤了 是 行了 行了 去把它給烤了 你怎麼好像長大了 眼力不錯嘛 居然看出我長大了 但 但身體 好像沒長大 天山同老身材永如女童 自然是長不大的 天山同老 你是天山同老 你當我是誰呀 姥姥我身如女童 難道你眼睛瞎了 瞧不出來嗎 我早該知道 我這是天下第一行大笨蛋哪 我以為你是 零九宮的小丫頭 沒想到 你就是 天山同老 我該死該死 我該死 該死 你呢 你認為我是什麼人呢 我 我 我以為 你是個 計時還魂的 女鬼 放肆 什麼計時還魂的女鬼 你明明是個小女孩 絕偏偏讓我叫你姥姥 要不是鬼魂附身 怎麼會這樣呢 小和尚 一響天開 好 你有機會沒殺我 現在後不後悔呀 不錯 我實在是後悔呀 我三次上飄渺風 聽過你的聲音 可是我的眼睛被人蒙住了 沒見過你的面 我真是有眼無珠啊 不但你聽過我說話 三十六棟七十二島的妖魔鬼怪 聽過我說話的人實在是不少 我要是不裝啞巴 早讓你們給殺了 你武功那麼高 殺人不用第二招 我怎麼抓你時 明明不反抗啊 我還得謝你呢 那天 正好有一個武功高強的仇人要來 姥姥我身子不適 正仇難以對抗 多虧你把我抓走 才讓我躲過了這一劫 可是你抓住我之後 是我假扮啞巴 以種種無理手段對付姥姥 你還要及三十六棟七十二島的妖魔鬼怪 居心背叛我 你知道下場嗎 姥姥 不知者不醉 不知者不醉呀 姥姥求你饒了我吧 我實在是不知道你是姥姥啊 我要知道您是天山同老 借我十個膽子也不敢冒犯您哪 姥姥饒命啊姥姥 饒命啊姥姥 站住 你去哪兒 姥姥 小僧這幾天做了不少傻事 這就要告辭了 你做什麼傻事了 姥姥你武功威震天下 小僧有眼不識泰山 不知深淺地出手救你 讓姥姥你笑話了 小僧自己也覺得無敵自容 你 起來 再給我弄頭路來 是 是 小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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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確實救了我 不是做了什麼傻事 天山同老 平生不向人道謝 但你救了我 姥姥一定回報 你這麼高強的武功 何必用我來救你 姥姥所練的功 叫做八荒六合 唯我獨尊功 這功夫威力其大 但有一個不利之處 每隔三十年 便要返老還童一次 返老還童 這不很好嗎 好 我看你這小和尚忠厚老實 又救了我的命 還和我逍遙派淵源極深 姥姥就告訴你吧 我六歲開始練這門功夫 三十六歲返老還童 花了三十天 六十六歲返老還童 花了六十天 我今年九十六歲 返老還童 就得九十天才能回復功力 你今年九十六歲 我是烏鴉子的師姐 烏鴉子要是不死 今年九十三歲 我比他大三歲 這八荒六合為我獨尊功 是一門神奇無比的那家功夫 只是我練得太早了 六歲開始修煉 所以比別的女子身小 老是這樣 哦 我聽我師父說起過 說練守少陽三交經脈 就能這樣 不錯 少林派不愧是天下武學之首 連你這麼個小和尚 居然也有這樣的見識 不簡單哪 我也是聽我師父說起過 姥姥 你今年返老還童 會怎麼樣呢 返老還童期間 武功全實 修煉一天 功力回復到七歲 第二天回復到八歲 第三天回復到九歲 每一天等於一年 每天必須喝鮮血才能練功 我有個死對頭 他知道我功夫的練門 算出我反老還童的日子 要來找我尋仇 老了我正仇 沒辦法對付他 正好那個巫老大創生山峰 把我抓走了 那天我正好練到第三天 功力只有九歲的 根本沒法反抗 所以我只能裝啞巴 前幾天 我一直找不到鮮血喝 要不是你 我再耽搁一兩天 真氣仗裂出來 我就死了 我說你救了我 哪兒錯了 那那那你回復到九十六歲功力 還需要八十五天 那就得殺八十五隻 梅花鹿或者羚羊 小和尚這會聰明了 你武功雖然低 但是烏鴉子 把他七十多年的功力 傳入到你的體內 你現在 好比是個大財主 祖宗把萬貫家財都傳給了你 但是你不會花 姥姥我就教你怎麼花 你練一個月 就能有點小成 勉強可以和我那個死對頭較量 前輩 前輩 小僧是少林弟子 不能學別派的武功 什麼少林弟子 你的少林功夫 早讓烏鴉子給化光了 那 那小僧 就回少林寺從頭練起 反正 反正我是少林弟子 你 你 姥姥 鹿來了 今天鹿血喝過了 你把他給我宰了 不行不行 姥姥 這 這鹿 這個 好啊 只要你聽我的話 我可以不殺鹿 但你要是不聽 你信不信 我把這山上所有的鹿 都殺了 我信 姥姥 把這小鹿放了 徐竹聽你的吩咐就是了 你 把鹿給我放了一邊帶著去 是 你過來 我先教你心法 給他鋪上 好 徐竹師父不殺生 從今天起 你也不許吃荷 只能吃松子 要是讓我知道 你敢吃肉 嗯 姥姥 我知道 我知道 一邊給我帶著去 是 多謝姥姥不殺這隻小鹿 小僧 我 行了行了 你別廢話 趕快給我練功 快點 快點 太快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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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才是逍遥派的风格 不错 你虽然悟性不高 但是终究勤能捕捉 姥姥 小僧这几天能学会天山折眉手这样高深的武功 全靠姥姥精心赐教 学会还差得远呢 不过 你已经能使出三成功力的北宁神功 武林中的那些乌合之众 早就不是你的对手了 我知道了 姥姥 你的声音 我现在已经回复到三十六岁的功力 但是身子是长不大了 姥姥 你背后有一个 师姐 你在这儿好自在呀 我吓我一跳 姥姥 你还有个师妹呀 快 快 别给我走 笨蛋 她就是我的死对头 快走啊 啊 师姐 咱们姐妹多年不见 怎么今天刚见面 你就要匆匆离去呀 小妹算到这几天 是你返老还童的大喜日子 特地到飘渺峰灵鹫宫看望 想不到你竟然在这深山里陪一个小和尚 不计辑 那你不说了 这一条的冬天 快走 你不说了 快走